弟兄姐妹平安 好 感謝上帝我可以很平安來這邊 因為我記得上次來的時候 下大雨 所以我就好像快遲到 到這個地方 是去年吧 所以 這個禮拜在氣象報告的時候 說週末可能會下大雨 我就很緊張 因為 只要下大雨 開高斯公路 我就會 開始發抖 冒很汗 所以昨天晚上就很緊張很緊張 可是覺得很緊張還是要睡覺 所以早上起來的時候看到 天氣還不錯 所以我就早一點出門 因為我還是有點害怕下大雨 所以一路上開過來的路上 我就想說 對一早起床 有什麼可以感謝上帝的事 我就想到這件事情 讓我可以很平安的到這個地方 跟大家一起 營受上帝的恩典 感謝主 我們一起來禱告 天父我們向你現場感謝 因為在早晨的時候 祝 祝去一切攔阻我們的 讓我們可以 滿心歡喜的來到我們的面前 主耶穌肯求你開啟我們的眼睛 開啟我們的耳朵 主要是我們的心 聽見你的話語 主我們就願意來順服來學習 主懇求你的聖靈 繼續在我們的當中來運行 幫助我們領受你的話語 好讓我們藏在你裡面 天父謝謝你聽我們的禱告 禱告是奉靠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Amen OK 好今天這段經文我想大家應該都很熟悉啊 我第一次聽到讀到這段經文是在我 那個主日學的時候 我們的老師教我們唱一首歌 我不知道這當中有沒有人會唱 就是主是葡萄樹我們是枝子 有聽過嗎 好這是一首非常非常老的詩歌 可是呢他卻是從約翰福音十五章出來的經節 因為唱所以就記得很清楚 那小時候因為我是台東人 然後我們那邊呢 滿山的都是玉米 所以我從來沒看過葡萄樹長什麼樣子 從來沒看過 但是呢有吃過葡萄 所以每次唱這首歌的時候 我就一直想像那個整棵樹上 長出葡萄是什麼樣子 然後一直到我舅舅結婚了 我就就娶了南投信義鄉的一個姐妹 然後那個地方就是台灣種很多葡萄的地方 對 然後呢很興奮喔 國中的時候可以到那個地方 然後看欸 身邊上不是說葡萄樹啊 這個樹長的跟我想像的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那無所謂 重點是我看到真的 那個葡萄是非常非常的美的 一串一串的掛在那個葡萄棚上 而且我從來沒有看過這麼大顆的葡萄 因為可能到了台東啊 那個等級可能都已經是最低了 可是在原產地 你可以看到那麼大顆的葡萄 哇很興奮 所以那一天呢 很興奮到連葡萄皮 就直接都吞下去了 實在是太好吃了 從來沒有吃過這麼好吃的葡萄 所以在小時候的記憶裡面啊 這一段經文 在我的心中 它是一個非常喜樂的經文 讀到這段經文都會覺得哇 葡萄好好吃喔 因為我的孩子也很愛吃葡萄 他們非常非常愛 但是呢 我想在今天我分享完之後呢 你們可能很難去享受那個葡萄的結實類類的美 你們可能會有一點點的壓力 不過沒關係 這個壓力求上帝幫助我們可以一起的來面對 求神來幫助我們 我們先來看一下 就是其實葡萄啊 或是葡萄園 這個在聖經裡面 舊約新約都有提到 特別在舊約裡面以賽亞書 第五章他有講到 上帝用葡萄園來比喻以色列 而且他說到這是我所愛的 然後呢 在詩篇也有提到 在八十篇的第八節說 以色列是從埃及挪出的一棵葡萄樹 那在新約的馬太跟馬可也都有提到 但是唯吾在約翰福音裡面 他提到一個很特別的關係 他不是講到上帝跟以色列人的關係是什麼 他講到的是耶穌跟他門徒的關係是什麼 這是一個很直接的關係 好 就好像我跟人家介紹我的兒子 好 那大家就知道了 常常要填一些報名表什麼資料 然後這個 柬埔人填上去之後呢 通常會出現一個關係欄 對不對 如果填上的是你父親的名字 你母親的名字 那關係欄要填什麼 母女或是父子嘛 對不對 好 就是這樣子 如果填的是阿公的 就叫做祖孫 所以就是 這個關係是一個很重要 因為 我一直相信 就是 其實在教會裡面 弟兄姊妹彼此的關係 可以成就這個 教會的一個生命體質 好 所以同樣的 在約翰福音這一段 他講到的是耶穌跟門徒直接的關係 那我想在今天分享的過程中 我們或許可以透過這樣的經文 去思考我們跟耶穌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那我們先從第九節來看 第九節 我們一起來讀一下第九節好嗎 不管你的版本是什麼 我們一起來讀 第九節 我的版本是父怎樣愛我 我也怎樣愛你們 你們要住在我的愛 好 第九節說 耶穌要用上帝的愛 耶穌要用上帝愛他的愛來愛我們 對不對 他說父怎樣愛我 我也要怎樣愛你們 所以這句話可以再更簡單的解釋說 耶穌要用上帝愛他的愛來愛我們 那所以我們可以在這段經文 我們可以確定兩件事情 第一件就是上帝愛我們 你們相信嗎 很安靜耶 相信上帝愛你嗎 OK 感謝主 好 那第二個我們可以確定的事情 就是耶穌也愛我們 好 相信嗎 好 好 相信耶穌也愛我們 而且呢經文說 耶穌要用上帝愛他的愛來愛我們 好我們在這個地方先停一下 你覺得耶穌要用上帝的愛 好 上帝愛他的愛來愛我們 所以在這個短的時間之間 你可以想像什麼叫做耶穌 什麼叫上帝愛耶穌的愛嗎 會不會很容易 上帝愛耶穌的愛 可以了解嗎 好 可以 你們大家可以想像嗎 什麼叫上帝愛耶穌的愛 從聖經裡面我們可以知道 上帝愛耶穌的愛 可能我們簡單的想 就像爸爸愛孩子的愛 那樣的愛 好 那但是在今天呢 或許我們可以去從另外一個方向去思考 那上帝愛耶穌愛到什麼樣的地步呢 好 上帝愛耶穌愛到的一個地步就是 他把耶穌給殺了 是嗎 你們覺得呢 好 我再說一次 上帝愛耶穌 愛到他把耶穌給殺了 大家可以了解嗎 好 其實我們如果在過聖誕節 我們就知道 耶穌來不是只是因為讓我們有一個歡慶的 Made Christmas 不是只有這樣子 我們可以知道耶穌他來到這世上的33年 其實只為了成就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就是十字架上面的愛 好 所以其實剛剛在敬拜的時候啊 我還蠻感動的 因為 我很久沒有這樣的敬拜 但是 我覺得你們是不是按照經文去選詩歌嗎 有嗎 沒有 感謝主 所以我覺得在今天的敬拜裡面就是 上帝透過詩歌也給我同樣不同的提醒啊 讓我在詩歌裡面有更一樣不一樣的反省 那我要再來解釋一樣 什麼叫做上帝愛耶穌愛到把他殺掉 嗯 我想每一個人聽到這句話都會覺得 嗯 怎麼這麼奇怪 好震撼喔 怎麼會按照把他給殺掉 那當然我們講的不是一般的什麼男女情殺 或是父子 或是父子 兇殺這些事情 嗯 我要講的是說 嗯 其實我們常常會覺得 齁 耶穌來好像 呃 被殺掉的時候 其實這好像從我們以前接受到的東西 好像是一個很大的震撼 但是我覺得我們真的必須要去思考這件事情 齁 上帝愛到耶穌 讓他的生命 犧牲在十字架上 以至於這樣的愛可以透過耶穌成就在人的身上 齁 所以上帝的愛是我們沒有辦法去想像的 我們很難去想像 上帝可以愛到這樣的地步 所以當耶穌說他用上帝愛他的愛 同樣的來愛我們的時候 那我們可能就要想一件事情 當我們禱告說 主啊我願意把我生命交托在你的手中的時候 接下來要發生的就是 耶穌要把我們殺掉 哈哈 有人笑了齁 我想你應該是可以聽得懂我在說什麼 OK 那我要說的意思是 當耶穌要把我們殺掉的時候 不是我們的肉體 好 我們不需要去拼命在十字架上 但是我想我們都可以了解 好 耶穌要把我們殺掉的是我們那個裡面的 我們那個裡面的我 裡面的老我 我們那個裡面的私欲 我們那個裡面的自我 所以當我們完全把自己交給主耶穌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是要求主耶穌 求你把我給殺掉 OK 好 那其實我們往往在等到上帝的 得到上帝的恩典的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已經有經歷過一段十字架的路 我不知道在我們當中的弟兄姊妹 你有沒有曾經生命經過非常非常大的變動 困難或是試探 但是在這些的事情結束之後 你一定能夠開口歡呼讚美神 因為你覺得上帝的恩典與你同在 那剛剛好像第二首詩歌 是不是講到無論逆或順 然後呢歌詞是 我都要站美主嗎 還是 我有點忘記嗎 靠主站立 OK 好 就是 其實唱詩歌很容易對不對 有的時候我們根本完全不需要思考 就看人字飄飄飄就唱過去了 那唱過去有沒有唱進到你的心裡 你是不是能夠真的在逆境或是順境 順境當然可以啊 大部分時候順境大家都 Oh yeah 感謝主 甚至是有人覺得 那是我自己得來的啊 會忘記讚美主 但是在逆境的時候 在當下的時候 你能不能夠感謝主 你有沒有辦法感謝主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基督徒必須要去面對的 生命的一個問題 那再來我要說的是 上帝不是要折磨我們 他也不是要我們真的去死 因為上帝讓我們去經歷到這些的水火 其實是讓我們在這些水火之後 可以得到許多的平安跟祝福 那我們一樣 求聖靈常常幫助我們 我們不是只有聽到聲音 前陣子我帶我們教會青少年去參加一個訓練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因為我從來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 他說聽 大概你可以吸收是百分之十的樣子吧 聽的時候 那 是三成 反正趴數很低 然後當時你可以去做的時候 大概是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啊 你聽之後 你又去做 大概是百分之七十到六十 你能夠吸收到這個東西的 應該怎樣 就是 教給你的這些的真理 那再來 如果你能夠回去在教的時候 你大概就可以了解這個東西的 大概是百分之九十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不是只有聽 聽很快就過去了 就像我在罵我兒子的時候 罵完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知道媽媽為什麼要罵你嗎 他就說我不知道 然後我就想說天啊我已經罵那麼久了 你總會不知道我在講你什麼 然後呢 當然這個時候 我可能只有兩種想法 第一個是我表達能力很差 第二個是 我說的是他聽不懂的語言 那我應該要改正一下我自己 那當然我可能會冒出第三個想法 就是我在責備他的時候 他根本沒有在聽嘛 他可能東想西想 就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裡 所以其實我們只有聽是不夠的 所以當我們聽到的時候呢 我們是領受上帝的話 那我們領受上帝的話 我們求上帝幫助我們能夠應用在生活中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靠著自己來愛 甚至是當我們聽到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覺得 就是愛嘛 就是愛 但是耶穌要告訴我們 在這段經文 耶穌要告訴我們的愛 不是只有男女之間的愛 也不是只有兄弟姐妹之間的愛 也不是只有親情之間的愛 這種愛不是那種 你覺得會很舒服很幸福 或是很溫馨的愛 這個愛是 你必須要去犧牲 甚至是面對 你生命中的軟弱 這種愛不是 在這個裡面講到愛 它是一個 你真的要完全看自己是死的 你才有辦法去愛 那在這個愛的過程中 當耶穌接受上帝的愛的時候 耶穌其實也是有痛苦的時候 如果大家熟悉在克西瑪尼遠的禱告 我們就知道耶穌說 如果這杯可以挪去 那就挪去 但是呢 還是要照著誰的旨意 照著父的旨意 照著上帝的旨意 所以其實在耶穌的人性面裡面 他也會有這種軟弱 也會有這種痛 這個愛實在太沉重了 但是他仍舊學習順服 那如果我們覺得說 原來相信耶穌這麼辛苦 要學習這種 這樣的愛以外 還要讓耶穌把我們殺死的這種愛 實在太痛苦了吧 可是呢 我想這個不是一個基督徒 應該要有我們的態度 假設我們如果像這個經文說的一樣 我們若常在耶穌的裡面 那我們就要求上帝幫助我們 求上帝帶領我們 求主耶穌引導我們 讓我們有信心 我不敢要求弟兄姐妹說 你就是要順服啦 尤其是當 在我的教會的裡面 有一個大學生 他是第一代基督徒 他是第一代基督徒 那他面臨的就是 父親常常很多的嘲笑 說你相信上帝 那你就叫上帝給你吃飯啊 你不要回來家裡跟我們要錢啊 你相信上帝說 什麼一切都要創造的啊 其實他在面對這樣的痛苦困難的時候 我們真的只能鼓勵他為他禱告 然後我們也求上帝幫助他 我們其實很難去跟他說 你就應該要怎麼樣 或者是說 暑假的營會要到了 但是家裡經濟的問題 他可能需要也要面臨打工的問題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也會告訴我們 那我通常不會跟他說 你應該要順服上帝 你順不上帝就是要來營會 你才能夠得到什麼什麼什麼 那我只能告訴他說 你回去好好禱告 牧師也為你禱告 因為我知道 當人在面對很多的困難的時候 其實當你跟他說 你就順服嘛 通常你聽到這種話的時候 你心裡面有什麼感覺 你會很高興的請揮揮手好嗎 如果人家跟你說 你順服啊 你順服就對了 尤其是當人家跟你說 你要順服牧師的時候 你聽到會很高興的揮揮手 我看一下 沒有 好 大部分都不是很滿意 對不對 因為那種感受是 你怎麼不了解我的需要 或許現在我的需要 不是只是你說順服而已 尤其是在我們在面對人生很大的傷痛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是更不容易的 那但是呢 我們求上帝幫助我們 給我們信心 求神聯名我們 給我們信心 去面對 那我相信 當我們有信心 當聖靈在我們裡面工作的時候 就算沒有人跟我說要順服 我願願意勝負在上帝的裡面 所以不是人說什麼 而是我們是不是能夠相信上帝在我們裡面幫助我們 就像耶穌像保羅像摩西一樣 或是在聖靈裡面你可以看到的這些眾聖徒 當他們面對生命的困境的時候 他們要想逃脫的時候 但是他們仍就選擇良善忠心的在上帝的裡面 我再舉一個例子 就是 耶穌呢 他面對這些事態面對痛苦的時候 他也是 有一些反應的 那我們講最 大家最熟悉的就是 耶穌在禁食40天之後 如果你有聖經 你可以發到路加福音第4章 我們可以看到聖經很清楚的記載一件事情 路加福音的第4章 這個 我在預備獎章的時候 我自己看了我蠻驚訝的 因為其實我從來沒有特別去注意他 所以我說有的時候我們真的只是看過 有時候牧師也會有這種問題的 OK 好 第4章的第1節 第2節 耶穌被聖靈充滿 從約旦回來 聖靈引導他到曠野 40天受魔鬼的試探 那些日子他什麼也沒有吃 日子滿了他就餓了 OK 好 耶穌就餓了 好 你們相信耶穌會餓嗎 會嗎 耶穌一定會餓啊 他也是人啊 某個部分他也是人 OK 那我覺得聖經很有趣 他沒有完全把耶穌只是當作神 當作神的時候就我們很難接近 但是我們發現耶穌也有這種人性的軟弱的時候 我們就更能夠知道當我們自己面對軟弱的時候 我要怎麼依靠上帝 好 那耶穌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餓了 好 他真的餓了 那表示耶穌也有人性的需要 更何況是你跟我 好 假設我們現在在禁食禱告 我想可能家會常常有推很多的禁食禱告 那在禁食禱告的時候呢 如果魔鬼突然丟了一個紅燒肉到你的面前 好 或是丟了漢堡 可樂 哇 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實在是很餓齁 如果你的鼻子功能非常好 好香啊 你千萬不要詛咒你的鼻子說 你這個可酷的鼻子 你為什麼讓我聞到 千萬不要做這種事情 那當你眼睛看到 天啊 這紅燒肉還有Q頭的感覺 真的是太餓了 這時候你也不要詛咒你的眼睛 眼目的情慾 走開 好 眼睛不對 好 那在這個時候呢 甚至是 我實在軟弱到一個地步 我說主啊 如果現在我也可以吃一塊多好的時候 好 那當然這是人性的需要 所以呢 或許口水都已經流出來了 好 但是你千萬不要覺得自己很可惡 因為我們真的有這種人性的需要 那我們要面對的不是你的眼睛 不是你的鼻子 不是你的嘴巴 我們要面對的應該是我們心裡面的自我 好 我要說的是 這些東西 它不是 醉 懂啊 人性的需要不是醉 好 譬如說跨年禱告會 我說實話 我實在很不喜歡參加跨年禱告會 我喜歡早上起床睡得很飽的時候 我去禱告 為什麼 因為我不太能夠熬夜 我以前覺得 當護士很好喔 可是當我知道護士要輪大夜班的時候 我就放棄了 因為通常我到11點就不行了 就睡著了 我也曾經在大學參加過無數次的跨年 可是每一次就是睡著 沒有一次是醒著的 所以就是 你們不能 因為我覺得在這個時候啊 我真的覺得 有些弟兄前面就覺得 你看不盡錢的人睡著了 我覺得這個好像有點太過分了 因為 有的時候我們真的有人性的需要 那沒有代表說你過了12點 你前面的禱告表示你比較厲害 有些人他可以睡飽 起床 或許他可以有一整天的禱告時間 這樣不是也很好嗎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用人性的需求去當作定罪 我們應該要面對的是我們自己生命裡面的那個自我 我們要面對的是我們自己生命裡面那個上帝不喜悅的 我們要面對的呢 是我們自己肉體的私欲 所以呢 千萬不要用很多很奇怪的方式去定罪任何人 甚至也不要定罪你自己 求主聯名我們 讓我們知道 當我們面對這些的試探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如何為自己禱告 不是為那個東西 而是如何求上帝 幫助我們一起勝過 我裡面的肉體的私欲 或者是我的自我 如果這個紅燒肉 會讓你成為離開上帝的那個來源 那我就真的犯罪了 但是如果這個紅燒肉不會這樣 感謝主 我們有正常的需要 能夠吃東西是已經很幸福的事情啊 你現在有很多那個什麼厭食症啊 我覺得餓死是蠻可憐的 對我真的 雖然我長得很強壯啊 但是 但是我覺得能夠吃東西真的是上帝的恩典 能夠睡覺是上帝的恩典 所以不要侵探我們的需求 因為這也是上帝創造在我的生命的當中 但是呢 要有節制 因為聖靈的果子裡面其中一個就是要什麼 有節制 不要一睡就睡了一天 這樣真的是太浪費光陰了 不要一直吃一直吃 吃到飽花了五百塊 一定要吃回本 然後拼拼吃然後又去廁所把自己吹吐 我覺得這個都不是一個上帝喜悅的 而是凡事要有節制 所以求上帝幫助我們去面對肉體的私欲 求上帝幫助我們 能夠繼續依靠他 然後尊主為大 那在這個當中呢 我們也求聖靈常常把他的愛放在我們的裡面 只要我們能夠藏在主的愛裡 我們就是領受十字架的愛 我們也是領受跟耶穌一起背十字架 如果我們能夠把耶穌的愛常常在我們的裡面 我們常在耶穌裡面 耶穌常在我的裡面 我們不單只是領受十字架上的愛 我們領受的也是跟耶穌一起背十字架 那什麼叫做跟耶穌一起背十字架 如果我們看第十節 這邊講得很清楚 今天的經文的第十節 他說遵守我的命令就是承載我的愛裡 那身體裡面有驕傲 人家搭你的左臉右臉都要搭 然後呢 要告訴別人七十個七次嘛 昨天我的兒子前天放學的時候 我下去買東西 我先生王牧師就跟他講 可能在車上講這個故事 然後後來我上車就聽到他問說 那七十個七次是幾次 因為小一嘛 所以我就跟他說你開始數 七加七次之後後面再加一個零 他最後算出來四百九十次 結果你們猜他說太多了還是太少 太少 對他竟然說太少了吧 然後我很驚訝 我想說真的還假的 你平常都不想原諒你弟弟 你還覺得四百九十次太少 對 對他說太少了 因為從來我們也沒想過這個問題 我們只會覺得說不是只有四百九十次啦 意思就是說你要不斷的饒恕 結果沒想到這個七歲的孩子竟然說 四百九十次太少了 他直接把那個上帝想要跟我說的話 講出來 四百九十次不夠 五百九十次不夠 一千 九十次也不夠 就是要一直不斷不斷的饒恕 不斷不斷的饒恕 我覺得這個很困難 我是第三代的基督徒 我在小時候我覺得 當基督徒好簡單耶 就是上主日學啊 然後禱告 我爸爸也是牧師 所以我覺得好輕鬆啊 然後等我到青少年的時候 我發現好像這樣不夠 要開始讀聖經了 然後讀聖經之後呢 等我到了大學呢 然後我覺得 什麼啊 原來 有點困難耶 因為有人得罪我嘛 又在團契裡面 好吧 要饒恕嗎 好 上帝求你饒恕我 然後第二天在團契看到他的時候 一句話也不說就走過去 剛剛不是想理這個人 然後呢 自己為自己饒恕了 但是 在禱告的過程 我覺得上帝又同樣提醒我 所以那時候我開始覺得 欸真的耶很難耶 當基督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你要饒恕人 你要愛那個你討厭的人 我覺得實在是太困難了 我相信在我們當中 每一個人遇到這種掙扎 就是你真的不太喜歡他 但是你們又要一起服侍的時候 怎麼辦 上帝求你讓我瞎眼吧 看見他 應該不是這樣吧 應該是為自己禱告求神 讓我看見 你在他身上創造的美好 以及你在他的身上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 都是照著上帝的形象 那當然我不是說我已經很厲害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生命不斷不斷的 求上帝幫助我們 我們才能夠不斷不斷跨越過 每一次的饒恕 好 你饒恕一個七歲的孩子 很簡單嘛 饒恕一個三十七歲的人 稍稍有困難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我們還會按照年齡來分別 這個是孩子 可以原諒 但是呢 跟你差不多了 或是你覺得他已經大學生 搞這種把戲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實在太難原諒了 但求上帝幫助我們 因為這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當我們的生命到了一個進程的時候 信仰的生命走到一個進程的時候 其實我們不是越來越容易喔 其實我們的生命是越來越難 那如果我們能夠持守在這個當中 我們就知道上帝真的一直幫助我們 我在中座學校服侍一段時間 然後有一個孩子 他跟我說 牧師啊 我沒辦法信耶穌耶 一個國山的孩子 我說 為什麼 他說我覺得基督教很好啊 告訴人要怎樣怎樣怎樣 但是你要叫我信耶穌 實在太困難了 我說是因為宗教的關係 家裡不准嗎 他說不是 他說那個聖經做什麼 要饒恕別人啊 愛你的仇敌 開玩笑我根本做不到 然後我就想說 也是啦 你就是因為做不到 所以你就不小心進來這裡喔 沒有辦法愛上課的老師 沒有辦法愛你的同學 所以在課堂那種狀況不理想 對 但是我覺得很有趣耶 一個非基督徒 他在一群的基督徒的裡面生活 但是他比我們更清楚這個道理 太難了吧 我們今天是基督徒 其實我們也知道很難 可是很多時候 因為我是基督徒 所以我不好意思說 要饒恕別人很困難 或是說 如果牧師說 你饒恕他還沒 你可能想說 我如果沒有說饒恕我 我想我可能很麻煩 所以就說饒恕我饒恕我這樣 所以其實 真的求上帝幫助我們 誠實的面對自己以外 求神讓我們靠著他去面對這個生命的問題 嗯 OK 好 那我們再繼續往下看 好 就是當我們在 嗯 求主耶穌他的愛可以在我們裡面的時候 其實 嗯 我們需要跟耶穌的生命是相連的 所以今天這一段很長的經文呢 我把它分成三段 我們會先從九看到十二 然後我們再回去看葡萄樹 那葡萄樹這個道理 大家一定都很清楚 對不對 一到八 好 用小的也知道 只要圓丁砍下來的 也沒有叉支 或是這個根本的叉支 它基本上就是不可能再生長 那 以前我也不曉得 因為我剛剛說我住在台東 以前我們家都是玉米 一直到我舅舅後來改種水蜜桃的時候 有一次他就說他要去蔬果 我說蛤 蔬果是什麼 所以我就跟著他去田裡 去圓裡 然後他就說如果不蔬果 這個 那個時候我先問了 我說為什麼要蔬果 不是每一棵樹長出很多水蜜桃 你可以賣很多錢嗎 那一個大學生還問了這麼白癡的問題 然後他就說 沒有啊 如果你呢 讓它長一定的量 每一顆果子 你可以控制它的大小 你可以賣到五百克的一顆 可以賣到四百五十克的一顆 那當然也有可能 因為全部集中在這個五百克 所以有一些就會長得比較小 但是都可以賣 所以那時候我才知道說 原來果農需要蔬果 要不然我活了十八十九年 我從來不知道這件事情 我真的不曉得 後來才知道說 所有的植物都是一樣 包括我在草湖 我在草湖那地方風很大 我們前兩年到那裡 種什麼都死啊 沒有一個活起來 然後一直到有一天 王牧師種了 種了三顆橄欖樹的種子 直接種喔 然後它就真的長出來了 我就想說 怎麼會這樣子呢 好我們去那個田尾 買一顆的回來種 沒有一顆活起來 全部死光了 但是這個種子卻長出來了 所以那時候我更深的體悟到 就是叫它生長的只有上帝 不管我怎麼澆水 上帝不讓它長 它就是不長 不管這顆樹 國內有多健康 上帝不讓它長 它就是不長 所以很感謝神 讓我們在幕會的過程中 可以透過每次的服飾 更清楚明白 上帝的教導到底是什麼 那也是一樣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要領受 這樣子一個愛 從耶穌來的愛 那我們更需要連結在耶穌的裡面 耶穌是枝蓋 如果我們看一下今天的經文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在第二節他說 所有不解果子的枝子就減去 不解果面臨的直接是被減去 但是呢 結果的呢 上帝是修剪乾淨 如果今天我們是可以結果的 上帝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是不斷的修剪乾淨 那修剪這個字在 希腊語的原文裡面 它叫做使潔淨 或是使乾淨 所以感謝主我想在座的每一個人 我們的生命都曾經被主修剪 如果我們還沒被主修剪 表示我們還是小卑鄙 沒關係繼續成長 可是如果我們的生命被修剪好幾次 你就好 因為呢 我可以在上帝的裡面 不斷的被修剪 因為將來的盼望 就是能夠結出 上帝所喜悅的果子 而且是多的 不是只有一顆 所以 求上帝幫助我們 求神憐憫我們 讓我們靠著他 依靠他 可以藏在他的愛裡 就好像枝子連結在葡萄樹幹上 以至於我們被修剪乾淨 我們可以得獎那個生所喜悅的果子 那在這個果子裡面 我們如果再往後看 我們看到 十三節到十七節 那在這個裡面呢 果子指的到底是什麼 很簡單 就是愛 其實在約翰福音這裡面 我們今天講到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愛 那這個愛我們剛剛講了 你愛耶穌 愛耶穌的愛 這個愛是 你願意讓自己在耶穌的裡面 那這個愛還有 剛講到就是遵守耶穌的祕密 耶穌要你去愛求敌 耶穌要你去愛弟兄姊妹 你們有被那個使徒信經嗎 最大的誡命是什麼 愛 還有呢 如果當我們彼此相愛 那眾人就看出我們是 對 神的門徒 所以當這樣的果子 結在我們生命裡面的時候呢 眾人就看見我們是神的門徒 那要當神的門徒 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們求神幫助我們 我們求神幫助我們 我們可以得 讓我們可以讓耶穌喜悅 這樣的喜悅是 我們的生命 願意連結在他的裡面 耶穌的喜悅是 我們願意跟隨他 一起背那個十字架 耶穌的喜悅是 我們願意遵守他的命令 即便我們覺得辛苦 但求主幫助我們 求主聯名我們 我們真的沒有任何的能力 能夠去面對 但求主幫助我們 主耶穌的喜悅呢 就是以耶穌的喜樂為喜樂 所以今天這個題目 其實我是從第十一節訂出來的 我邀請弟兄姐妹 在今天回去的時候 你不要只是單思考這一段經文 我要請你們在你們每天的靈修的過程裡面 你們去思考求主幫助我們 什麼叫做主耶穌的喜樂 什麼叫主耶穌的喜悅 每個版本不一樣 但是一樣 有的時候我們覺得 我可以服侍 上帝一定喜悅我 真的是這樣嗎 不一定 或許神並不要我們做這樣的事情 神或許要我們做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有的時候我覺得 挑一些簡單的事情做 然後我們就以為自己在服侍了 或是我們就以為自己已經很怎麼樣了 但是這或許不是上帝的喜悅 所以邀請弟兄姊妹 除了今天我所分享的 我們能夠常連結在主耶穌的裡面 還有我們可以跟耶穌一起背這樣的十字架 走在神的道路上面 還有我們能夠與耶穌連結 還有我們能夠和他一同死 一同活 除了這些以外 還有什麼是耶穌 當他看見我的時候 他覺得喜悅的事情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父母親 所以我們假設從這個角度去想 什麼是我可以讓我的爸爸覺得快樂的事情 所以邀請弟兄姊妹在接下來的這段時間 假設你一個禮拜為單位 在你的靈修的裡面 在你聚會的裡面 求主耶穌的聖靈光照我們 主要求你幫助我 我真的期待 我也樂意自己常連結在你的裡面 但是我真的沒辦法求你幫助我 我期待我可以和你一起背十字架走在這一條 我覺得困難的路上 我真的沒辦法求你幫助我 我期待我能夠明白什麼是你的喜悅 以至於我能夠靠著你 在這樣的事上得到你的喜悅 我們求主耶穌幫助我們 也求主的聖靈與我們同在 我們一起來禱告 天父我們向你現場感謝 主要謝謝你拣選我們 主要因為你說 不是我們拣選你 而是你拣選了我們 主我們真的沒有辦法靠著自己 做許多你喜悅的事情 我們甚至沒有辦法靠著自己 在每一次來到你面前的時候 我們能夠坦然無懼 主求你的聖靈幫助我們 求你親自的在我們生命的當中 來幫助我們 主求你聯名我們 好讓我們在跟隨你的道路上 主我們知道 神你一直與我們同在 主好讓我們的生命連結在你的裡面 在你的裡面得以修剪解禁 得以接你所喜悅的果子 以馬勒的神求你幫助我們 天父謝謝你聽我們的禱告 禱告是奉靠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Amen